動漫我要聽 主持人 永博 電波裡 翻彩 自盡 會 我有命令 Hallelujah 歡迎收聽動漫我要聽 九月的電波點唱機 一邊欣賞聽眾朋友推薦的歌曲 一邊聆聽大家分享的心情吧 你現在聽到的是動畫 閃電霹靂車的初代ED 由G-Grip創作與演唱的Winners 勝利者們 歡迎來到每個月第一週播出的電波點唱機 我是被異曲率真的熱情點燃暗夜孤寂的卡魯 一閃一閃亮晶晶 點播解放你的心 我是蕾蕾 單元開頭播出的這首閃電霹靂車的ED 真的是各種懷念 其實我故事劇情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只記得主角會在比賽當中進入零的領域 但很奇怪 那個ED的旋律我一直記到現在 連前奏都記得 我覺得可能是前奏太特別了吧 那個 真的有記憶點 這首Winners 勝利者們是由聽眾和樹點播的 他說 雖然每個人的起跑點都不同 但大家都是努力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所以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贏家 然後他在備註欄寫道 我真的超愛動漫我要聽三個驚嘆號 哇 感覺你正在處於一個想要給自己加油打氣的階段 嗯 加油喔 努力前進吧 而且他說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贏家 這個讓我想到才哥經典語錄 人要有自信 不要輕易說出自己爛 要比就要跟自己比 不要跟別人比喔 如果要跟別人比的話 要比的東西太多了 乾脆比天算了 怎麼又是這一句 怎麼又是這一句 什麼都要比還得了 不過雖然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心態上真的要做到不去跟別人計較 還真的是蠻困難的一件事耶 那就得花時間去學習克服這種比較的心態囉 祝福這位聽眾何述 可以不被他人影響 成為你自己的贏家喔 接下來我們抽中的這篇投稿 嗯是我們的老朋友 但我們研究了一下這首歌曲 好像不是動畫主題曲還是什麼插曲耶 我們還是來聽聽他的近況 不過點播的機會還是留給其他聽眾好了 不好意思囉 不好意思囉 這位聽眾就是其實也還好啦 其實也還好啦說 想當初我兩年前才投稿過關於高中選組 要跟朋友分別了的不捨 但真正到了現在這個班級之後 我遇到了一群超級討厭的同學 每天都過得很厭世 一想到要去學校就覺得好煩 常常都會想要是填的不是現在這個組的話 是不是就能不用面對那群白目的同學了呢 唉我每天都過得好生氣喔 等於空白等於 但如今都要畢業了 這麼說也只是馬後炮罷了 所以想來點唱幾點播 想說至少讓我有個地方吐苦水 順便也推薦大家由Bish演唱的Beautiful Star這首歌 哇不知不覺其實也還好啦 也陪伴我們這麼久了耶 很久耶 不過上了大學以後 選課就不一定會跟你同班的同學綁在一起啦 這樣你就不用每天都過得好生氣了 謝謝其實也還好啦 跟我們分享你最近的心情 接下來要聽到的歌曲 是由萬年之愛妹妹頭投稿 來自動畫 未來都市No.6的ED 六等星之夜 剛才這首歌曲 是由歌手Emme演唱的 未來都市No.6的ED 六等星之夜 哇這首歌在不同的意義上 也是好懷念喔 因為六等星之夜就是Emme的出道單曲喔 對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就我當時在看那個未來都市No.6的時候 看完正片 聽那個ED 我忽然覺得 這個嗓音有點沙沙的 然後咬字有點慵懶 但是唱到副歌高音又很激昂的歌手 到底是誰 這個就不是我們平常在動畫歌曲當中 常聽到的那種聲線啊 後來才知道原來我們當時就見證了一個超大行星人的出道 Emme之後也陸續為其他的動畫 演唱了不少精彩的歌曲喔 沒錯 那今天點播的這首歌的聽眾 叫做萬年只愛妹妹頭 哇塞這個暱稱跟Melen好像很合得來唷 Melen也是超愛妹妹頭 可是Melen什麼都愛什麼都是菜啊 這樣不准 好像也是齁 但你們還是可以一起在實況串留言討論妹妹頭啊 這位萬年只愛妹妹頭說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首歌啊 自從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 我的鈴聲一直都是這首 好多年了從來沒換過 蛤你的鈴聲一直都是這首歌 那如果你在節目上聽到這首歌 難道不會一直覺得有人打電話給你嗎 或者是早上八點了九點了 你鬧鐘在叫你起床嗎 好啦開個玩笑 我知道你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你喜歡的歌曲這樣的心情喔 萬年只愛妹妹頭還說 第一次投稿耶 雖然開播時間無法收聽 每次都要到水管補聽 但每次聽都很熱血 好有心的孩子啊 謝謝你的支持喔 謝謝萬年只愛妹妹頭 但是在水管上面 因為版權的關係 沒辦法放歌曲耶 你不會覺得好像少了一位嗎 其實我們在Bravo電台的官網 有完整版的節目內容喔 雖然沒有影像 但還是歡迎你到Bravo91.3 找到精選節目裡面的動漫我要聽 就可以聽到完整版的 應該會更熱血吧 不過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李明崩壞的形象 也是別有一番趣味 所以就看你囉 各有各的聽點或者是看點啊 好再次謝謝萬年只愛妹妹頭 接著我們再來欣賞一首由M演唱的歌曲 來自動畫東京殘響的一滴 誰來江海 下一位被抽中的聽眾朋友是阿鈞 哎呦這位阿鈞超級狂熱 他一次投了十幾首歌曲 哎呀謝謝阿鈞這麼熱情的 跟我們分享你喜歡的歌曲喔 但其實數量多 並不會讓永博 不會更容易抽中喔 我們更希望聽聽你最近過得如何啊 你看了哪些新番 你跟家人朋友推薦作品 成功或失敗 或者你想要用歌曲跟大家說些什麼 這樣子內容喔 像這次想要跟大家多聊聊 光之美少女的心情 我們都感受到了 有沒有從寶貝中抽中的歌曲啊 是動畫電影 光之美少女 All Stars 全之嘉年華 由早安少女組第15期成員所演唱的 Ema Coco Cara 現在就從這裡 阿鈞的點播說 能聽到本節目講光之美少女 真讓我驚訝 台灣能夠聽到講動漫的已經不容易 聽到介紹光之美少女更是不容易 這首是光之美少女的歌曲當中 我最喜歡的一首 我認為是電影版中最經典的 當年還請早安少女組來演唱 希望能夠在節目中聽到這首歌 既然當時沒有時間放這首歌 那就在電播點唱機放出來吧 這個他是不是聽了光之美少女那一集 才來投稿 系主任 光美系的系主任 你要不要發表一下什麼感言啊 真是太感謝阿鈞了 當時在構想光美李蔣博腳本的時候 這首Ema Coco Cara 我真的超級超級猶豫 要不要加入光美的歌曲清單 最後的考量 就是我覺得腳本要有一個平衡 所以我只能忍頭不放這首歌 哎呦剛好阿鈞幫你點播了這首歌 這樣就沒有遺珠之憾了 真的 因為夠公主光美不僅動畫好看 歌曲也都好好聽 只要閉著眼睛聽E-D跟這首Ema Coco Cara 就會覺得身處在華麗的宮殿裡跳舞 非常符合夠公主的形象 這首歌比較特別的是跟早安少女組一起合作 我覺得官方找早安少女組來演唱 真的非常棒 這首歌超好聽的 畢竟光之美少女是持續十年以上的系列作品 早安少女組第15期的成員 剛好是跟光美一起長大的世代 我想早安少女組的成員們一定也很開心 能夠為陪伴自己長大的作品 獻唱這首歌曲 馬上就來聽阿鈞的點播吧 請聽光之美少女All Stars春之嘉年華電影版主題曲 由早安少女組第15期成員所演唱的Ema Coco Cara 現在就從這裡 說到光之美少女的歌曲 我其實還有很多首想播 最後想了想 我決定要播這首歌曲 作為給阿鈞的回禮 那就是動畫 光之美少女 甜蜜天使的角色歌曲 由水樹奈奈唱的 紫寶咪 Future Flower 含包待放的未來之花 我真的覺得 我徹底感受到你的私心 各位聽眾 其實剛才雷雷講了一大段話 還說要給阿鈞回禮 唉 我覺得都只是官腔啦 真正的關鍵 只是你想要播水樹奈奈的歌吧 有什麼關係 反正有聽眾會跟我有共鳴 就讓我自肥一下好不好 這首紫寶咪Future Flower 含包待放的未來之花 是奈奈用可愛甜美的嗓音唱的 奈奈用甜甜的聲線唱歌的歌曲 真的好少 真的沒有計勝 這些大多都是角色歌曲才會有的 因為奈奈可愛的嗓音歌曲太稀有了 我不推不行 好啦我記得我們以前有做過一個 水樹奈奈的專題嘛 我記得當時我們有聊到 她以歌手名義演唱的歌曲 大部分都是很高亢 然後又充滿爆發力 或者是魂厚而堅實的這種類型 我對她的印象也是甜美風格的歌曲 雖然有 但是好像比較少 對 就算是偏可愛的歌曲 例如Discoted 聽起來還是有一點成熟的味道 但是可愛到有點像天然呆的那種 個性的嗓音 超級少 非常少 我印象中的奈奈用可愛的聲音唱歌 只有少部分的動畫角色歌才會出現 例如動畫 極勇家的時尚怪ED 以角色身份哩哩唱的 尋求著愛 尋求著相遇 以及動畫 妹妹公主角色雅莉雅的歌曲 王子和猩猩 也一樣是用可愛的嗓音 另外比較特別的角色是 守護甜心的心明歌背 這部作品裡面 歌背都用比較冷酷的聲音唱歌 唯獨這首 アカネイロのソラ 《飛色天空》 用的是超級溫柔又可愛的聲音 真的超級可愛 好 感謝我們的光美系跟奈奈系的和平教授 雷 光美系主任雷的解說 要聽到的是動畫 《光之美少女 甜蜜天使》的角色歌曲 由水樹奈奈演唱的 《ツボミ Future Flower》 含苞待放的《未來之花》 根據我的觀測 你接下來會 嘿 先休息一下 廣告結束 才會告訴你喔 你現在聽到的是 IDOLISH7 偶像心願的歌曲 由團體IDOLISH7 演唱的 Mr.Affection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現在進行的單元 是每個月第一週播出的 電播點唱機 一日一頂播 財神靠近我 晚安 我是叮噹 在無盡的黑夜裡 讓歌曲傳達你的心情吧 大家安安 我是楊子 剛才播放的Mr.Affection 是由聽眾飄風點播的 讓我們來聽聽他的點播理由吧 最開始在推特上看到預告圖 再到星光三月看影片預告 最後隨著故事跟MV出來 真的讓我既緊張又期待 看著他們所訴說的話語 以及歌詞和MV中表現出他們的成長 讓人非常感動 也有一種感同身受的感覺 想繼續聽下去 飄風還在備註說 第一次嘗試投稿 不知道會不會被抽中 但還是先謝謝動漫我要聽 也能聽到其他人喜歡的歌曲 真的很棒 飄風他是在四月初點播的 對 對 可能中間出了什麼差錯到現在呢 才被勇博的神之力 繞出來播放 是 不過還是要恭喜飄風啦 所以啊 這個月沒被勇博 拔揹中的聽眾 也不要氣餒喔 也許再多等一下 就會播放你點播的歌曲 是的 接著我們來看看 下一位聽眾的點播吧 這位聽眾叫魔法小兔 他要點播的歌曲是動畫 星河之空的片尾曲 由Aiki from Blast4演唱的 《籠中的我們》 我們就來聽聽魔法小兔的點播理由吧 好的 魔法小兔說 上次點這部的OP 因為放送事故沒播出 所以再來雪恥 雖然推一部最後收尾 不是很完美的作品 好像有點不負責任 但這部真的很讚 有青春 有虐 有社會寫實 他們在比賽時查入OP 也莫名的狠然 前陣子官方出了一個Fan Movie 看得我好感動 可是看完那支影片後 又更讓人在意十二話以後的發展 而Fan Movie之後 官方又搞了一個同時收看 第十二話的活動 害我以為看完以後 會發布什麼消息 結果 什麼 都 沒有 官方 都讓人這麼在意後續了 一定要負起責任 不過 看到全世界喜歡這部作品的人 同時收看 也是很感動 等一下魔法小兔後面 而且好像就是什麼被使亂中期的怨妇 對 不過這一部星河之空 之前我也有朋友推薦我看 原因是 他們是有在認真打網球 跟認真生活的 你朋友是不是在暗示些什麼 對 其實我也這樣覺得 但後來我上網搜尋了一下 就是我很怕被虐到 所以就先 嗯 告辭先不要 對 所以你是怕玻璃心碎滿地是嗎 對 好啊 那我們來看魔法小兔 最後在備註中提到的什麼 他說 希望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這部的後續 所以拜託還沒看的人 快去看啊 嗯 我是覺得楊子也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我之前在網路上有看到片段 我有動心 那你可以出去看了 等一下 好沒啦開玩笑 不然我一個人就要獨撐大局了好嗎 好喔 好 那接下來就一起欣賞 動畫星河之空的片尾曲 由Aiki from Blast4 演唱的 《籠中的我們》 Yeah 謝謝飄風的點播 接下來又是本羊的自肥時間啦 喔 好喔 所以楊子要推薦大家什麼歌呢 聽到有點敷衍欸 不過沒關係啦 我也習慣 我太可憐了天啊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歌曲 就是魔法少年假修的片尾曲 由天野樂演唱的Eda 不過我要說 一般好像提到假修 大家都會第一個聯想到片頭曲欸 真的 我小學的時候超愛假修的 是每個星期都要在電視機前守著的那一種 那假修的OP真的是經典 但那時候所有的片頭片尾啊 我就對天野樂這首Eda的印象最深 現在去唱日K呢 這首也是我的定番曲 可能主要是那時候這首歌的節奏感特別強 然後天野樂的歌聲又超級有爆發力的 當時劇情啊是推到千年魔物篇嘛 那Eda的畫面也有帶到賈修跟親人 和索菲斯戰鬥的畫面 喔 特別熱血 其實我可以感覺得到 揚子聽歌的曲風真的是 從小就受到少年漫畫的影響欸 你真的特別喜歡那種搖滾啊 爆音啊 或是快節奏的熱血歌曲 對 真的 畢竟我也是從小看少年漫畫長大的嘛 小時候聽到進入副歌前那個stand up 真的瞬間沸騰欸 而且剛剛前面也有提到 Eda搭配動畫播放千年 那時候是千年魔物篇嘛 小時候看到那一段都會被索菲斯的所作所為 感到非常的生氣 是認真生氣的那一種 好入戲喔 就是我很容易入戲 不好意思喔各位 所以聽到片尾這首這麼熱血 就會很期待後續怎麼發展的 現在想想這首Eda的播放時間 真的很剛好欸 真的我要說 有時候片頭片尾跟作品的搭配 也是蠻重要的 真的 沒錯 對啊 這樣歌曲也會跟 由於劇情的搭配啊 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好的 那現在呢 我們就一起來欣賞 魔法少年假修的ED4 由天野樂演唱的Eda 接下來點播的聽眾是 《風玉批括號貴音擔當》 看到這個暱稱呢 就能猜到《風玉批括號貴音擔當》 要點什麼作品的歌 沒錯 《風玉批括號貴音擔當》 要點的歌曲 就是偶像大師 《風玉批括號貴音擔當》 現在呢就來念念他的點播理由吧 《風玉批括號貴音擔當》說 各位李迷們好 近期台版MLTD 偶像大師劇場時光一周年了 所以我想點播這首一周年的歌曲 順便推坑更多人來加入P的行列 很感謝各位765事務所 所有P的努力 讓765的所有偶像們 讓更多人知道 最後問李迷們一個問題 你們玩音樂是拇指派的還是拇指派的呢 嗯 叮噹我是拇指派的唷 之前啊曾經看到MLN用拇指的啊 好像很厲害 對所以我用 我也試著用拇指玩玩看了 結果非常的不習慣 所以最後我還是改回用拇指啦 原來MLN是拇指派的嗎 CD 叛徒因為我也是拇指派的 對 我用拇指玩音樂 我用拇指玩音樂非常的有障礙 那我們可以拍幾MLN咧 可以耶 哈哈哈 另外風玉P括號貴音擔當 還在備注藍題道 我聽電播點唱機也快一年了 終於鼓起勇氣點播 括號開心 中間有好幾次都想點播 但後來還是慫了 別慫啊您 但還是趁這次機會來點播 感謝所有李迷們帶來這麼棒的廣播 希望你們持續加油 哇哦 這邊非常謝謝風玉P括號貴音擔當的 鼓勵與支持 希望這集你能聽到自己的點播播說 喜歡偶像系列作品的朋友 就絕對不能錯過偶像大師系列 歡迎大家一起疊坑成為各一齊趣 可愛美麗的女孩們的P Producer吧 那麼現在就趕快來聽聽這首Union 從歌曲中感受這些偶像們的魅力吧 聽完這首很有偶像風格 充滿夢想與衝勁的Union之後 各位是不是也被偶像們的活力感染了呢 接下來叮當你想點播什麼歌曲呢 既然都提到偶像大師了 那我就想來點一首偶像大師的歌曲 我想點播的歌曲是 我們會一直在一起對吧 這首是偶像大師系列的原創曲目 在電視動畫的最後一集中也有出現 搭配偶像們一路一來 努力的軌跡與回憶畫面 當時看了真的非常感動 所以這就是你的點播理由了嗎 其實不只是這樣啦 在幾年前的巴哈姆特戰劇上 我跟大內還有玲玲組成了電波小丁 準備參加Cosplay比賽 當時選的歌曲就是這首 當初除了練歌之外 我們三個人還約時間到台北地下街練舞 因為這首歌的節奏很快 舞蹈也不簡單 所以花了不少時間在練習 另外衣服雖然有委託人製作 但衣裝一些細節就是我自己買材料回來補全的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 覺得真是有夠青春的 我現在要問最重要的問題 你們有得獎嗎 當然有 很幸運的拿到了團體組第三名 當下真的是不敢置信 因為其他組的表演我也看了 不僅表演不錯 那他們的衣裝也非常的華麗細緻 相較之下我們的衣裝就比較簡潔一點 所以聽眾們你們可以上網查查看這一套 重點是加上我是第一次Cos 更是第一次參加Cos比賽 所以覺得非常驚喜也超級高興 覺得很有偶像付出 努力之後得到收穫的感覺唷 這就代表你們的歌舞表演受到評審的青睞 所以才能拿下第三名這樣的好成績 那所以叮噹 您什麼時候要表演給大家看 就是還在電波裡春酒來表演一下嗎 其實四個一九五到很多部分我都忘記了 但是歌曲的部分我還記得喔 所以現在就來唱一下好了 好請 好了好了不要羞的好 不要羞 再聽你唱下去節目就結束不了了啦 你根本就是趁機自肥吧你 我怎麼不太現身了 好啦你們可以下去領五百塊了齁 好啊重點 如果有喜歡的歌曲想分享給大家 或是想聊聊最近的心情 甚至是想跟誰告白 都歡迎到我們粉絲專業的關於 找到電波點唱機的表單 填寫留言跟點播歌曲喔 今天的錄音側拍會在下週上傳到YouTube 歡迎點閱回顧 也歡迎到我們在Bravo電台官網的精選節目 回味已播出的集數喔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鎖定 每個禮拜六晚上的節目播出 讓我們在週末夜陪你聽音樂聊動漫吧 最後祝福大家有一個平安喜樂的週末夜晚 動漫我要聽 下個禮拜再見 掰掰 下個禮拜